围阵武林一个顶三的八级拳有哪些功力训练 一是靠装训练 二是三靠臂训练 三是摔掌训练 可以两手交替摔打沙袋 还可以单手单臂击打 也可以到竖装上 四是戳脚训练 前脚掌踢金木桩 可以先练单脚点地 增强前脚掌力量 功力提升后轻松踢破砖块 五是胡爪俯卧撑 六是拳头俯虎功 又叫铁牛耕地 七是柔腿训练 扣脚马步站立用腿去控制对方腿 八是扫把弓 练手的拧力和全身抗击打能力 也可以用铁扫把增强力量 九是抓铁球 马步站立两手抛抓 动作熟练后还可以练单手 铁球也可以用来站桩 两臂伸开与肩平然后抓球 十是吊球弓又叫尼球弓 它是八级拳秘传的弓力训练 可以提升指力腕力和手臂尽力 此弓需有师傅指点 不要随意模仿 十一是雕扣手训练 练手腕灵活和手指雕抓 将手沉下去然后转弯 五指合并就是雕 手腕转一圈 然后五指合拢便是扣 先单手练雕扣 随后练双手 还可以一手雕 一手扣